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人手艺出神入化 据说早年得了真传 手中掌握着鲁班淑 至于真假就不得而知了 按理说 这么牛的人物 不会只是一个小镇的木匠 不只是如此 这王木匠生活凄苦 妻子早逝 一双儿女 也竞接夭折 活到了四十来岁 这王木匠 竟是孤身一人了 在这小镇上 此人也算是个传奇人物了 心中苦闷 王木匠也没心思干活了 马上到了父母的忌日 王木匠打算回老家去看看 给父母上坟 要说这王木匠 不是本地人 乃是外来户 老家离此足足五百里 当初来此的原因 也是一言难尽 乃是为了避难 结果却是活成了这个样子 收拾了一番 将所有的伙计都推了 带着一些必要的东西 还有他的工具 朝着老家走去 作为木匠来说 这工具乃是他吃饭的家伙 必须随身携带 因为没钱 只好是不行了 幸好五百里 也不算是太远 用了六天 就回到了老家 已经十几年没有回来了 木匠看着曾经极为熟悉的地方 心中满是心酸 当初落难逃离 此刻的回归 心中不是滋味 父母的老宅 处处都是杂草 岩房顶上都布满了杂草 面墙都几乎塌了 一把生锈的锁头 还在坚守着他的使命 邻居正好出来 看到他 带着疑惑 思索了一番 顿时露出了惊喜之色 说道 是小三子吧 王木匠闻听 看着这位六十来岁的邻居 笑道 三叔是您啊 是我 我回来了 老人家赶紧上前 拍打着他 说道 唉 十几年了 你这是去哪儿了啊 你看看 你家已经破败到了这种地步了 走 跟我回去歇歇再说 王木匠跟着老者去了他家 喝了水 歇了一会儿 顺带着了解了一番这十几年的情况 两人尽是唏嘘 毕竟十几年未见了 不过这王木匠还是告辞了 从随身的布包之中 取出了那把保存完好的钥匙 准备打开锁 着实生锈严重 不过邻居三叔帮忙 滴了些油之后 还是打开了 不入破败的家 王木匠顿时眼泪溢了出来 回想到了父母健在的光景 到了屋中 好歹收拾了一番 勉强住下了 随即采满了祭拜之物 次日去了后山 已经十几年没有来过了 但是始终记得父母的坟墓所在 可是到了进前的时候 王木匠愣住了 这里只有一座孤坟 便是他父母的坟 平时几乎是没人来 所以野草长得半人高 将祭品放下 开始拔草 可是当他将野草弄得差不多的时候 看向坟头 王木匠眼神晃动 似乎是见到了什么恐怖的事情 顿时栽倒在地 挨小的坟堆 上面竟然趴着两名志同 两名志同的动作 似乎是在掐着坟头的样子 栽倒的王木匠 用力咬了咬舌头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同时 将工具包之中的墨斗拿了出来 对着志同就扔了过去 似乎是泰山压顶一般 竟是发出了巨响 轰隆一声 墨斗砸在了坟头上 再看 哪里还有什么志同啊 似乎之前的都是虚幻的一般 但是王木匠知道 此事不是那么简单 上前几步 到了镜前 仔细打亮 墨斗砸下的位置 有着几根木棍 远看 正是两个人形 至此此刻的木棍上 沾染了点点的墨汁 将墨斗收了起来 木匠看了看这木棍 冷汗才缓缓退却 不过后背都是透了 差点着了道 心道 这是风水大阵 应该是有风水师在针对他 难怪他是几年 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 原来问题竟是出在这里 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木匠暗自咬牙 在坟前祭拜了父母之后 便回到了家中 原本是打算击败之后就回去了 但是此刻他改变了主意 回到家之后 将墨斗取出 将墨斗线抽了出来 放在门前的位置 盘了十几圈的样子 随即开始休息 到了晚上的时候 院中有了动静 神经半夜的 竟是传出了女子哭泣的声响 若是常人听了 估计得吓死 但是屋中的木匠 丝毫不为所动 两久之后 传来了拍打门板的声响 不过随着声响 外屋的木门 却是应声而开 因为木匠根本就没有插门 随着大门的打开 反倒是没了丝毫的声响 木匠就在屋中坐着 闭着双眼 嘴角带着冷笑 外面也陷入了沉寂之中 空气变得粘稠 似乎是静止了一般 不知道过了多久 木门传来了响动 脚步声响了起来 屋中的木匠双眼陡然睁开 带着一抹诡异的微笑 只是走了两步 木匠口中大喝道 起 门口的那些墨斗线 好似活了过来 一声惨叫传来 啊 王木匠带着冷冽的寒意 从屋内走了出来 点燃了一盏灯 灯光之下 门口倒着一名男子 被墨斗线缠绕了无数圈 好似粽子般 被彻底捆覆住 盯着来人 木匠喊声道 风水师 我可曾得罪于你 为何害我 来人一身黑衣 脸色降紫色 呼吸不畅 不过还是说道 怪只怪你拿了 不该拿的东西 王木匠听罢 叹了口气 说道 原来你是师兄啊 真是没想到 不做木匠 已经是改了做风水师了 探手之间 将男子的一张脸皮 包了下来 原来下面才是真实的容颜 男子见事情败露 不说话了 王木匠叹了口气 说道 当初师父传我鲁班书 便是认为你心性阴毒 不适合木匠行当 你却是害死了师父 还要害我读书 可见心四合等狠辣阴毒 既如此 我就送你见师父去吧 男子听罢 立刻哀求道 师弟 都是师兄错了 还望你念在师兄弟一场 饶了我一命吧 听到此话 木匠顿时大怒 喝道 你害死了师父 我的妻儿 我若是放了你 他们可是担心 男子听罢 竟是笑了起来 说道 你已中毒 我劝你还是放了我 否则不出一年 你必死无疑 木匠听罢 笑了笑 从怀中取出了一个木偶 说道 你看看此物 男子见此 顿时惊呼道 木偶替身术 木匠冷笑道 正是此物 你所施加于我的东西 都被我破解了 说到这里 木匠取出了木斗 开始摇动手柄 似乎在收紧线上 随着动作 男子的惨叫越发惨烈 最终竟是被活活勒死 看着男子 木匠叹了口气 说道 这乃是你谋害师父的下场 趁着夜色 木匠埋了男子 毕竟同门一场 也算是尽到了心 小编有言 故事就讲完了 这其实是个恩怨情仇的故事 木匠师兄弟 为了争夺鲁班淑 师兄谋害了师父 导致王木匠背井离乡 这师兄自知木匠本事 不是师弟的对手 竟是做了风水师 在木匠父母坟上动了手脚 借此暗害木匠 不过这木匠因为念着父母之情 打算回来上坟 倒是正好解决了师兄的危机 也算是歪打正着了 俗话讲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即使是同门师兄弟 也会为了利益翻脸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